數眼的禮器碑寫得不錯 很有感覺 那第一個寫禮器碑 或者是寫歷書最重要的就是 你那個格子摺的一定要是長寫 那到底多長 其實也沒有特別感覺 但是它的比例上大概就是差 比如說6跟8 就是6是寬的 長的是8 或者差1公分以上 會比較好看 如果方的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方的會整齊度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方的也是可以 比如說我寫這個也可以寫方的 那你這個歷書 有說老師如果歷書格子是長的 那我字要不要寫長 其實中國字在整個環境來講 還是長型的比較多 它不是方型的 比如說我們寫這樣對不對 然後從這裡過來 以後按下去 這個字基本上 雖然你說扁扁的 但是基本上它還是怎樣 它還是長型的 比如說這樣 如果要寫這個口字 這個方型的口字它都有一個原則 就是由內往外這樣過來 變成有一點點的曲線 有一點點的曲線 所以它不是那麼平板說說 你的字要寫方型的 這樣過來 往上 基本上從下到往上 然後畫成這樣 然後再由下 由上再往下按 變成這樣 再起來 再起來 這樣才好看 有沒有 有一個角度 就是它有一個這樣下來的角度 這樣才好看 然後呢 這個有一個感覺 這個有一個感覺 就是什麼感覺 基本上它 你們都以為它是 都是扁形對不對 其實寫起來的字 還是都有跌盪 所謂跌盪的意思就是 起伏上下 這樣對不對 由下往上 有沒有 再往下按 下來 下這個會比較立 像立書 就 李契碑這個會比較立 變成這樣 所以你這個對 但是 要再來一點點 會更好看 好不好 好 於是照立 由下而上 它有一個長風的感覺 這樣 然後這樣過來 從裡面拉出來 這樣 筆尖進去 往上 然後呢 這段是平的 那往上一點點 有一點點往上對不對 然後再往下按 中 變成這樣 比較慢是 這個地方就要慢 這樣寫起來才會好看 然後呢 你看喔 基本上 由上面起 然後整個寫起來 如果統統都這樣 整張會很好看 比如說我們再寫一行 好 照立 乙氣 比如說是這樣 這話先寫 往旁邊寫 這樣 然後呢 我剛剛講 是從這樣嗎 有點這樣 這樣 這樣 下來 再往上慢慢起來 往上 再往下按中 慢慢起來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這次從這裡 這個 站下來 再往旁邊按中 慢慢起來 跳起來 跳起來 然後好像這裡有一點 我記得 那你說 老師這個字差很大 其實 其實 我們可以再跟它寫差不多 可是如果是 這樣的話 就不會太明顯 然後這個熱 先寫中間 然後再寫這個 寫成以後 這樣過來 往上平的 這段是平的 然後往上一點 再往下按中 然後慢慢起來 然後中間 這話就直的下來 那有朋友問說 老師怎麼可以 這個可不可以寫外調 這個寫外調就不好看 好 這樣子 底氣 然後枝 比較麻煩 就是這個地方這樣過來 這樣下來 然後從上面往下按 再往下按中 中喔 慢慢再起來 變成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氣寫小一點 所以 這個 皮 這個骨 這樣寫對不對 這個還是要把它寫平行 整齊了以後 原來 骨它是 用這個寫法 那骨字可以寫到這樣 一個皮 然後這樣過來 往下按中 再起來 這樣 懂嗎 這個再注意一下距離 好不好 好 那這個字 你要看 看老師這個字 看一下 比較有那種 好像往上起伏 再往下按的那種感覺 才會有 我常常講說 位差會演變成為力度 就是說 如果你的字 是有一點從高 要往下按的時候 力量就會產生 比較有力度 如果你的字是平平的話 力量就沒有 懂嗎 要注意一下 把這個 位置再注意一下 好不好 這張寫得很棒 快加油 OK